请启动 请注入浮流水 总统蔡英文 行政院长苏贞昌 毗动县长潘沫埃及与回归宾 共同将引用二丰寸水源 做成的气泡饮倒入酒杯中 二丰寸百年纪念活动正式启动 未来除了相关导览邮程 特展预约等内容 也将透过文化导览 数位绘本等模式 让大众更加了解二丰寸的 惊喜历史及故事 也因为这样的功法 让我们对很多地温水质 水量研究国土富裕 所有的团体都为之惊艳 我们从今天开始 掀起的这二丰寸百年的 一个相关的活动 将近一个多月 不管是从交通旅游 景点文化导读工程 或是从学校数位绘本的教材 我们都编撰由副县长 折成13个局处 喷成半年滚动的检讨 把地方的地景地貌 重新做塑造 总统蔡英文强调 二丰寸是农业发展典范 也是台日友情的最佳印证 近年政府透过各项措施 传承二丰寸精神 因此对平县府新建 林边西浮流水示范场 成为全台首个建制浮流水设施的县市 肯定其作为 我们这项宏伟的水净工程 不只是台湾我们族群共农 农业发展的典范 也是我们台日友情的最佳的印证 那么这几年来 政府也透过各项的措施 传承二丰寸的精神 我们屏东县政府非常用心 从今年的六月开始到八月 举办一系列的百年纪念活动 希望让更多的国人可以了解 这项建设对屏东 对台湾的贡献 为了纪念百年二丰寸 这样的一个伟大的水利工程 也让人们了解这个历史文化 那屏东县政府就规划了 一系列的百年纪念系列活动 为期一个月的每个礼拜六日的下午时段 会有两梯次的文化景观导览 以及环境剧场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我们可以让民众呢 就是亲自走到二丰寸 然后透过走读 以及这个百年特展的一个方式 让大家更能了解 这个二丰寸百年的风华 来自国内外参与二丰寸学术研讨会的专家学者 齐聚平烟1936基地 共同庆祝这百年时刻 屏东县政府运用二丰寸水源 所制作的特色料理 透过碗宴上精致的在地美食呈现 用屏东在地的食材 来宴请来自海内外的贵宾 包括很多的学术团队 那所以今天特别感谢他们远道而来 那同时也谢谢他们 给屏东那么多的养分 那所以今天都用在地食材 希望在这个1936的 平安的文化基地 能够有更多的火花 然后鸟居姓平的迪孙 鸟居策也特别与会 表达对台湾的感谢 他看见奥丰寸 不仅是个产业发展的重要工程 更品牌化成为历史文化 及观光亮点相当惊艳 然而在奥丰寸启用 一百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 来自国内外学者分别探讨 二丰寸灌溉工程回顾与前瞻 浮流水开发工程制发展 与地下水人工补助制发展 等三大主题 鸟居姓平先生花了五年的时间 研究了这样的一个地理 人文的一个水文的环境 那建制就是我们的二丰寸 所以我们就仿造了二丰寸 我们在里面的浮流水 就是这样的开造出来 所以各位今天如果可以 我想对于这样的一个部分 今天都有一些研讨跟交流 各位可以更多的一个互动 跟学习的部分 特别我们在大潮州人工湖的监控中心 来办理国际研讨会 那在这研讨会里面 我们也特别邀请到 当初我们二丰寸的建造者 鸟居姓平的孙子 同时也是东京大学荣誉教授 鸟居策博士 国内外有关于水利工程 环境工程 河海工程 土木相关科系的 国内外的一些专家学者 以及相关的产观学界的一些代表们 来办理这次的研讨会 让海内外的学者 能够无远佛界的去传统我们 屏东县针对于我们整个地下浮流水工程 这样的一个建设以及未来的一个展望 期盼透过学术交流不仅看见二丰寸如何孕育出屏东县 产业聚落及历史人文发展 也让国际看见屏东从观光产业人文历史导图 文化教具 学术研讨等模式 探究现代水利工程所激荡出的新火花 也透过百年纪念活动传达持续推动水资源保育与永续发展的执行 记者不一听张志豪采访报道 Rutger 高纪念活 Mitglied 中文字幕统集团